下一位陳樹芬 我们新店开幕哦 开幕的 谢谢 谢谢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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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就是觉得 我做什么都不够好 什么样 你都不满意 我是为你好的 你每次都说为我好 你是为你自己好不好 谁呀 你不懂 别再老一走 不用担心我会打开你 是你要我离开这个家的 是 你心里呀 我跳不好离开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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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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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跌你的心口 你 我来煮米给你吃 是吗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是不是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好 谢谢 拜拜 妈 妈 你怎么了 头发疼 还不去 那你要不要去看医生拿药吃 不用了 我可以带你去啊 妈 吃饭了 我愿意带你去看医生啦 妈 我明天在儿子阿姨 带你去走走 然后帮你约医生 你不用了 你不用了 我什么都不要 你不吃饭不出门 是吗 你不用了 你就是说 走走走走走走 你太不愿意了 而且你还一定 你现在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可以找你 对了 对 我请你改的地方 你都没有改 也没有要听我的话 现在是你配合我 还是我配合你 别给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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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陈淑芬 走 走 苏芬您好 这位是您女儿 我不太确定 你有什么毛病不舒服 要跟医生讲一下 那只听我吃吃就好了 我今天是请假陪你来看医生 你不要走 你不能自己看吗 最近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管是你自己 家人 或者是朋友 我爸 他半年前去世 他半年前去世 每天就像这家人 我被吵死 他喔 他以前很喜欢跟朋友出去 他现在不吃东西也不出门 都不动躺在床上 不知道是给天花板看还是他看天花板 苏芬睡不好是长辈常常会有的困扰 食欲也会受到影响 我先帮你安排身体检查 确认身体都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好吗 就这样 OK 苏芬您是最近才走路不方便吗 那个 那是我爸以前在用的 我爸要吃了 你小心烫喔 我不用吃了 那医生说要吃的啦 不然怎么好好睡觉 吃了这个药 又可以睡觉吗 拿着啦 来 拿着啦 那医生说我不用吃就不用吃 我就不怎么样 我这医生都够了 整天看的 软糕糕糕 脱到家里面又忘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都为了你 要都搬回来住了 你难过我也难过啊 把他走了 日子还是要过嘛 我也有火的生活 我也要工作 你每天都这样子 好 没关系 你就这样子 我们大家都不要火了 不要火就不要火啦 不然你怎么样 我没有家都 就你回来了 不要火了 我老了也不会跟你一样啦 你能干吗 我没有家都变你回来 我没有家都变你回来 你会觉得跟妈妈相处有困难吗 对 得忧郁症的长辈 通常很需要家人情感的支持 但是他们很害怕造成孩子的困扰 所以我们更要主动的表达对他们的关爱 我只是想要你健健康康的 我不想跟你吵架啦 你可以默默地坐在他的身旁 帮他按摩 给他一个拥抱 这样的日常小事 都可以让妈妈感受到他是被爱的 相信他也可以去主地感受到你的心里 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吃什么 那不然你想到 你不再跟我讲 那不然你想到 你不再跟我讲 那不然你想到 你不再跟我讲 你不再讲 那要不再说 那这样好 一样 那这样好 那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大小 这样 起菜了差不多了 你家的东西 他就 他心里要说我家家的 我等下坐好 你帮我尝一下味道 好 好 只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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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ض 好 好 好 我 Tiola 先生离开了一定觉得很孤单 要不要聊一聊 我哪 他才对我好 现在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你很熟练他 他以前怎么对你 他都跟他同时我跟他小孩同样 他跟他疼烈 现在像我一样 我就放不下去 你要想他现在看到你这样 他会很云甘 现在就像我一样 像自己的乖乖 我都跟他同时是无人 我这样 是不是在那里嘻笑 不会 你没有嘻笑 你只是需要时间到达的吸引 现在有这只拐杖陪你 你不孤单 还有你女儿啊 还有你女儿啊 未经史 十次 也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 你第一期是怎么点亮的 你爸爸又丢了 来啦 跟你爸爸调嘴 把你爸爸按一按一按一按 塞到真好 筋骨不安 有了 有了 我要把爸爸吵我 我要去哪里 好 跟爸爸吵我 看在我的笨蛋里 反正你就是觉得 我做什么都不够好 怎么样 你都不满意 我是为你好的 对啦 老年忧郁不只是老话 你是不是也发现了 家人的不一样呢 不要错过他们需要你的时候 老年忧郁是一趟长途旅程 幼豫症状常会反复出现 好像好了又会再次深陷 陪伴与倾听 才是最坚实的后盾 不管路多长 我们都会陪你走完 发现家中长辈有类似症状 请立刻寻求专专业协助 不要害怕冲突 不会认识 多包容 不是 我怕你可以笑了 我们的陪伴 他们能够感受到 好时都知道 他们会孤单 了解 倾听 陪伴 老年忧郁症是可以被治好的 好久了 过离还在就不是终点 红飞 只是老了一点 怕的也没变 但愿所牵挂的人 幸福能相随 只是老了一点 怕的也没变 不愿成为别人的父亲 感谢您的态度